本人擔任台北市長八年 首先要感謝我們全體同仁的支持跟付出 才能讓台北在一個進步的路上還是留下一些成績 透過這機會感謝彭副市長、陳秘書長及各位局處首長 長期配合我們市政發展推動各項市政工作 給台北這座城市帶來的創新跟改變 那麼一般來講說市政成績 大家還是習慣要問說硬體有哪些 事實上在我上任當天晚上 拆掉了關公八年都沒有使用過的中校西路工作專用道 從那一天開始 我們就開始了一個改變台北城市的一個歷程 這八年來我想各位首長都知道 每天早上七點半準時開會 不管怎麼樣這還是一種毅力的表現 這個其實要謝謝我在台大醫院 三十年的教育養成這種紀律的文化 每天早上召開城會 建立PM制度 用理性務實科學的精神來面對我們市政議題 來探討解決方案 處理各種重大的市政 那這八年下來在硬體建設當然做很多 從西區門戶計畫、東區門戶計畫、社宅市場 這是大家不要看得到 不過這些所謂的重大建設 它其實後面代表著精神跟文化 才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那北流北義大巨蛋 歷經千辛萬苦 雖然大巨蛋還沒完全使用 我大概 包括國賠、法律學問都解決掉 這只等待中央批准 大概就可以完工使用 那昨天早上還開這個櫻圖的會議 這個大概是下 這個規劃都完成了 現在就是等 預算也編了 現在就是等設計圖出來 按部就班的去施工 每每二館已經在開工了 所以 我們大概幾個重大建設都有在進行 那 海綿城市、田園城市 這是我們比較 有去觀察 有在注重這種 城市的長期發展 特別有去做 注意到 不過在硬體建設 這是看得到的 其實真正重要的還是一個政治文化的改變 我想有參加過陳委員都知道 政治的誠信是我們這個 這屆政府的最大特色 我們常常開會說大家都明著來的 我還記得我剛來當市長的時候 在開完會以後 還有首長問我說 市長你剛才那個意思就是那個意思嗎 我還問他說不然是什麼意思 後來才發現說原來 原來以前都開會講一套 背後下來還在另外交代一套 奇怪 這跟我們外科的文化完全不一樣 所以政治誠信是我們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說大家都可以很誠實的討論問題 很誠實的去面對問題 那麼這八年來後 他們理性務實科學 我想你們都知道 你們只要變得贏我都會聽你們的 大家就比數據 理性務實科學的精神 那科學跟宗教最大不同點在哪裡 科學他永遠說 如果你提出證據 他可以改變 宗教是有不可以改變的一些信仰 這不太一樣 那最重要還是政治價值 我們不因少數的利益 犧牲長期的利益 不因短期利益犧牲多數的利益 不因短期利益犧牲長期利益 就是堅守我們的相信的政治價值 你知道 那作為醫生來當市長 心存善念盡力而為還是我的基本行為的態度 那也在這八年當中 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 一開始只是個政治的理想 不過我們還是給他一步一步實現 我們現在有公民事務委員會 青年事務委員會 還有連任透明委員會 我們都可以讓外面進來 我們臺北市長翻箱倒櫃 你覺得哪地方有問題就給你看 那主要是因為是 因為我們知道自己沒有搞什麼壞事 所以如果要看就給你看 那不管公民事務委員會 或是青年事務委員會 他也把很多民間的提案 帶進市政府 我想這對公務委員去面對人民的時候 你知道 他也是一種互動 建立一個良好互動的關係 那參與市預算 這是我們最大的特色 民主政治不是四年投一次票 更重要它是一個學習 它是要培養的 所以我們那個參與市預算 從這個里長開始 那到這種NGO、NPO 最後到高中 你知道 我想這個深化整個台灣民主 是有它的意義 那公開透明就更不用講 大概沒有一個政府 像我們這麼公開透明 也像議會要所知 你知道齁 除非是我們有 自己內部有命令 不然原則上都是 議員要所知 我們百分之百就提供 這也是 為什麼在台北市政府 弊案非常少 我發現只要公開透明 很多問題就解決掉了 所以 我們那個連鎮透明平台 這個就解決掉我們很多 過去一些BOT案 老是被外界懷疑 我自己任內辦的BOT案 都從來沒有人懷疑過 因為 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 資料全部在網站上面 這怎麼會有問題 所以公開透明是一個文化 那其實是這樣齁 清廉勤政愛民愛鄉土 這才是真正我們去實現 清廉我想是大家也非常清楚 勤政就更不用講 認真工作是一種文化 那我們對這個 我們所處的台灣 還是有他的 給我們的堅持 那 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講齁 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過去台灣的政治的口號太多 做得太少 不像我們 大家覺得那SOP 類管 覺得好像很不習慣 其實要跟大家講齁 我們每次在開會的時候講齁 凡是不能寫SOP 不能寫Flow chart 不能化Ergurism 都是屁話 所以我們要求他一定可以執行 這是一個 所以說我們 我們一個很大的特色 那麼 台北已經改變成真齁 那我們希望他可以持續發生 這是我2014年選台北市長之後的競選口號 那麼今天依照地方制度法的規定 你知道齁 由副市長 所以同局處的政府首長提出總辭 那麼新的事務團隊 將在10月25日齁 接續我們市政的監設 那我們也希望說 市政是一棒接一棒 下一任的政府一樣 繼續努力齁 讓台北繼續前進 那最後 在這個地方還是要表達本人的 由衷感謝之意你知道齁 要謝謝所有市府同仁的辛苦付出 還有我們市民朋友的支持你知道齁 這個 在這個地方還是要表達我的萬分的感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也祝福大家 讓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謝謝市長